那傳輸因子在一年多前也有一本新的書我們翻譯出來 這是美國杜克大學的醫學中心一個Dr. Lawrence寫的 關於免疫傳輸因子的一本書很厚一本 是陳新出版社出的 那在這一本書裡面我也有寫一篇序 講到傳輸因子它的基本原理上的不同 雖然我們在健康上幾十年前開始有藥物的介入 讓我們疾病受到處理叫Pharmaceutical 那後來接著大家發覺說營養的改善也可以改善我們的健康 所以就開始有Neutraceutical 營養學或營養醫學 那傳輸因子它的特殊性現在我們用另外一個名詞來表達 叫Transferaceutical 我們暫時翻譯做傳輸療癒 這是一個什麼基本原理呢 就像說我們把我們的身體的健康 特別就是免疫這一部分呢 我們當作一個就是完整的防禦系統 一個國防也好或者國內的治安也好 整個防禦系統 那在這個防禦系統裡面呢 如果說我們營養調整或者作息改善 我們都會在這個防禦系統有幫助 就像在一個作戰部隊裡加添了一些士兵作戰能力 而傳輸因子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呢 像是敵人的機密情報 就是classified information 敵人的這個機密情報 也就是說我們的免疫系統會知道 該用多少兵力作戰 該如何作戰 這個會提升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那些實驗數據 這麼多的譬如說營養品或者藥材 這些保健品它對於我們的免疫的改善 可以到從百分之幾百分十幾到百分之幾十 而傳輸因子竟然會一下子在我們的 免疫細胞的活性上改善到百分之四百多 是因為它整個基本的原理不同 它這個像是在一個作戰部隊 一個敵人準確的機密情報 可能我一個像美國一個海報小組 就可以把一個戰爭結束掉 那並不是說因為它的作戰能力多強 而是它的訊息有多準確 那這個是傳輸因子所扮演的角色 你跟著海報小組 美國的那個海軍的海報小組 他們那個海報小組就是那個突擊解決那個 兵拉燈啊什麼那個問題 就是一個海報小組像有一些人質 像有一些海盜 俘虜的人質也是海報小組去救援 那他們並不是單靠他們的作戰技巧 乃是靠準確的情報 那傳輸因子就提供我們免疫系統 這樣準確的訊息 所以像我們的免疫細胞有的時候混亂會打自己 那當它正確的訊息告訴你說 不對不對不要打了 這是自己人 像有一些這種 類風濕性關節炎 攻打關節 像我們現任理事長 他也是一種很特殊的 復發性多發軟骨炎 就是自己的免疫細胞 攻打自己體內所有的軟骨 那但是如果說這一部分一被校正 他們把它給體驗 就像我在美國遇到有一個氣喘 30年用類固醇一開始5毫克 用到後來要70毫克一天 那個整個人就是靠類固醇 然後也沒有體力 因為整個人水腫 身體的機能都很弱 結果他傳輸因子才使用了5天 他就發覺整個氣喘狀況好像消失了 回醫院去檢查也證實 真的他氣喘的現象都不見了 這個氣管過敏現象都消失了 到現在已經五六年了 在那之前他是家門都不能出 那最近這幾年一天到晚 世界各地去玩 就是說他整個五天的時間 他的這種異常的免疫 就被校正過來了 那這種案例我也看過非常的多 這都是真實的案例 你說這是你們的理事長 理事長是另外一位 這個氣喘也是我們學會的朋友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